啊 你好 你好 你告诉我你在也就是你在照顾什么地方 然后要不我们加个微信 然后我现在过去装可以吗 好 加个微信就是这个手机号是不是 我去刀腿去了 刚才人可以打个电话 然后去刀腿的 从掌簿那边装 我去很凝的啊 我走了 拜拜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卡车旅哥 刚刚在二十兄车里面玩 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介绍一个活 让我去捣短 从 昆山的张普装到海宁 两台顿货有点超宽 这一千五百块钱 才能高速过去 才剩个一千块钱吧 差不多 过去装货 出发 从这边到那边 二十公里 在张普的新游街那边 到地方喽 小廓über 往下倒进去 我听说 装一个大设备 就这一个2、3堂重 一定是稍微有点超宽 一边超宽十公分 两分钟 装好了 准备出发 或刚刚装好跑到这叫黄沫江路啊 船江路啊 说还有个小剑 没送过来 还要给我送过来 让我在这边等他一下 忘记装了 看就这几样东西 蟹的话也就十分钟装十分钟 蟹十分钟 就是跑的路程 下高速 超快 要走这个超快这道 刚刚下去和他们讲了一下 没过来给开了 这是到地方了 刚刚下高速 锅楼费221块 准备一些货 绳子剪掉了 一个大茶车 这一趟早短的火 干的挺舒服的 特别好戏 好装好戏 然后 这一个大家伙 再加上两个托盘 十分钟卸完 你看还这么多人 从我停车的地方 到我装货的地方 然后到 海沿这个卸货的地方 一共160170公里 也就最多300块钱就最多了 221块钱过路费 还能挣个1000块钱 还是不错哦 11点钟 抓到货 到现在2点钟了 货就卸掉了 而且也特别省事 因为我上一次从花桥拉到南巡 要省事的多 卸了一下午 这10分钟搞定 然后还能剩个1000块钱 还是不错的啊 有时斗短 还是不错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卡车旅哥 转发评论 加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